小姑娘 我们也不做了 就要你手中那个翼竹 只要你乖乖地交给我们 就把你离开 原来你们是当铺的呀 我告诉你 你们若是惹恼了姑奶奶 要你们好看 你笑什么你 有什么好笑的 我们是笑你啊 太天真了 就你一个小姑娘 能对付得了我 我们吧 你 你们这么做 跟强盗有何区别 光天化日之下 难道你们还想劫财杀杀人吗 只要你把玉琢交出来 爷爷我就放你条生子 那个小丫头 还有两下子吗 干什么呢 是谁 告诉你啊 少管闲事 闲事爷爷今天管定了 不要上 姑娘 姑娘你醒醒 姑娘 我怎么会在这儿 怎么会是你 你没死啊 你没死啊 你受伤了 我把你飞到那儿 刚才是你救了我吧 谢谢你啊 无客气 应该的 趁着吃烤就多了 谢谢啊 姑娘 你住哪儿啊 这位大哥 我没有家 本来是想投靠哥哥的 哪从想到 路上会遇到这种事情了 那你哥哥在哪儿 我带你去找他 不 公子误解了 公子就是银儿心目中的哥哥 银儿愿意跟着公子 公子去哪里 银儿就去哪里 姑娘 这可万万使不得 你还不知道 我正要去找我的妻子 公子也有欺世 其实还没有过门 只要我找到他 我就会和他成金 要小心 你不小心碰到伤口 有点疼 总之小心就是 谢谢公子 公子 我该怎么称呼你啊 宋多 宋哥哥 宋哥哥 你也不要